大家好,赵赵康又重新回到国民党了 这个国民党的老叛徒啊,重新被国民党接纳了 也充分的说明,国民党现在也变成了一个没有理想 没有什么立场,纯纯脆脆的 就是为了选举,为了获胜,为了利益而存在的这么一个口嗨的炮党 看了赵赵康的发布会啊 总结起来八个字,扭扭捏捏,惺惺作态 而且一再上演黄袍加深的把戏 什么叫黄袍加深的把戏啊 就是我不想出来的啊 不是我要重新加入国民党的 是你们一再邀请我 国民党啊,离了我赵赵康不行 然后又说了是韩国瑜,江启臣 对吧,纷纷的劝敬和支持 而且得到了郭台铭的默默支持 那么韩国瑜,江启臣和郭台铭啊 也代表了国民党的三股势力 分别是韩粉,金英兰 还有国民党里面的有钱的大佬 先说一下郭台铭吧 面对民进党关于党产的追杀 国民党的很多党部啊 都已经被拍卖了 他没有钱 他需要一个有钱的大佬 在背后支持的 以前纳智杰的创始人 是国民党非常重要的支持者 但是后来他去世了 现在呢就剩下郭台铭了 当然蔡衍明啊 对国民党的有一定的支持 但是这个支持度究竟如何 不是非常的好讲啊 韩国瑜背后的韩粉 军功教等等 江启臣背后的金英兰 所谓的金英兰呢 就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 收入还不错 对韩粉这一类的也相当的看不上 认为这都是民粹 很多事情啊 是很难赤之以民粹的 每个人啊 面临自己的生活境遇啊 面临自己的生活现状等等 都有非常直接的 对吧 非常符合自己那一点 小小利益的选择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吧 但是也客观的讲吧 赵少康啊 是目前唯一能够统合蓝营的人 一个是有一定的威望 有一定的影响嘛 而且无论是韩国瑜 江启臣和郭台铭等等 对他都有一定的接受程度啊 其实啊 在当时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候 最开始赵少康啊 唐湘龙等等 这些少康帮 对韩国瑜还是非常支持的 可是自从郭台铭出来之后 这些人就纷纷转向了 纷纷去支持郭台铭了 甚至啊 对韩国瑜破口大骂等等 当然最终吧 郭台铭啊 没有拿到提名 在选举最后一场造势会上 这帮少康帮又出来了 为韩国瑜啊 喊了喊话 这种喊话更大的程度上 是避免成为蓝营败选的替罪羊 最后啊 出来 对吧 叫唤叫唤啊 但事实上呢 怎么一直在搞分裂的 恰恰也是这帮人啊 哎呀 所以韩国瑜能和他们和解啊 也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 挺有意思啊 但不管怎么讲吧 国民党党内的各派系 也算在赵少康这里完成了整合 完成了统合 虽然各方啊 对他都不是很满意 呃 但是各方呢 大体上吧 也能够接触他啊 或者是能够接受吧 呃 至于大陆吧 官方我不好讲啊 至于在民间啊 对吧 尤其是我呀 对他是非常讨厌 哎呀 对这个赵少康啊 是非常的厌恶的 这个社会呀 这个伪君子 往往就是吃得开 就是能够拿到利益 有没有市场不好讲 但是 他就是能混得风生水起的 很多社会现实啊 也是没有办法 对吧 虽然大家很不满意啊 但是又能如何的 老是人啊 就是容易吃灰啊 像赵少康这种伪君子 就是容易混得风生水起吧 对吧 关于赵少康这个人的为人啊 生平啊 我都不想说了 以前说过很多次 大家很清楚 简单讲两句 就是当年啊 国民党培养起来的 还经常以政治金铜自吹啊 说他这个一出来啊 选票特别的多 后来因为选台北市的市长 没有拿到国民党的提名 愤而退出国民党 然后组建了新党啊 当时是公开分裂了国民党 组建了新党和阿扁进行竞选 其实那一次选举啊 蓝营的票数是多的 因为新党是赵少康 国民党也有一个候选人 对吧 这个绿营只有一个阿扁啊 这两个蓝营的人加起来 选票是高于阿扁的 因为分裂了嘛 其实这个分裂的责任 在当时主要是在赵少康的 有你个人的意志 那有党的意志啊 这个国民党里面的人是很多的 那凭什么一定要提名你 不提名你 你就愤而退党 你把组建新党去闹分裂呢 这又凭什么呢 对吧 包括国民党在当时啊 是很大的一个组织 很大的机构啊 也不能光照顾你自己啊 你自己对整个政党的利益 也是要有一定的服从的 更何况赵少康过去 对吧 你的政治声望啊等等 也是国民党培植出来的嘛 到了新党之后呢 和阿扁血输了 奋而退党 因为脸上无光啊 搞了分裂国民党了 对吧 退出党了啊 而且信誓旦旦一定能赢 结果没赢 脸上无光 哎呀 新党也退出来了 退出来之后啊 把新党的政党补助款 一卷而光啊 导致新党啊 生存也困难 那么同时现在啊 赵少康对新党也反共倒算了 譬如王炳中这些人啊 就被开除了嘛 对吧 以前杨世光也说过啊 其实 赵少康虽然退出新党了 但是新党里面啊 他的钉子也是很多的 对吧 所以新党啊 也变成赵少康党了 所以新党啊 也越来越绿了 而且赵少康和绿营啊 直接也是一直暗中勾结的 对吧 所以他也是个不蓝不虑的东西啊 再加上三中案 国民党 对吧 这个党产呢 被追杀的很惨 他的三中始终没有被绿党彻底的追杀 就是说他背后啊 又和绿党 暗通取款 所以啊 他这一次要回到国民党啊 对吧 呃 绿党呢 也可能会追杀他的三中案的 所以赵少康早有布局啊 这个人呢 哎呀 去年十月三十一日 大家应该记得呀 他去拜访了阿扁 两个人啊 哎呀 你能我能 尽释前嫌 其实这都表演给大家看的 在台面上啊 以前赵少康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 天天视阿扁为他最大的敌人 天天批判阿扁等等 结果突然俩人握手了 你能我能了 对吧 都是演给大家看的呀 两个人一直是暗通取款的 而且通过他和阿扁之间的 这一系列的互动啊 动作呀 等等 也是要保住自己的党产嘛 毕竟阿扁呀 呃 台湾的这些深绿啊 选票不是很多了 但是在绿营 在民进党的影响上 还是非常大的 很多的影响不一定是选票 还有他内部的派系呀 呃 党内的影响力呀 等等 对吧 所以和阿扁握手了 和阿扁和好了呀 和绿营暗中取款了 等等啊 又能保住自己的三中啊 保住自己的党产 呃 又能够重回国民党了 所以啊 赵少康是意在国民党的党主席 更意在 对吧 台湾省的省长啊 一定是要选总统的啊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国际的大趋势 就是川普落选了 川普代表的 就是民粹啊 其实民进党呢 也是比较民粹的啊 呃 韩文瑜的韩粉也有他民粹的一面 但不管怎么讲 呃 川普落选拜登上台啊 这个国际上民粹的潮流 对吧 在一方面啊 会有 反扑 因为你压得越狠 他反扑得越厉害 但是在表面上吧 又是集体的退潮了 呃 赵少康这一类的呢 对吧 基本上啊 还是代表着建制派的啊 代表着这个相对精英一些的 第二个呢 因为民进党和呃川普党啊 绑得太深了 美国对台湾的政治影响是非常大的 台湾的这些总统候选人啊 都要经过美国的面试和首肯的 那么 美国政党轮替了呀 也会严重的影响到台湾的 民主党上台了嘛 而且民主党啊 目前至少台面上也是偏建制派一些的啊 可能会更倾向于 从国民党这里选一个人的 所以这里既有国民党内部的问题啊 内部的分裂 对吧 这个韩粉呢 江启臣呢 还有郭泰明啊 他内部的分裂啊 赵少康呢 能整合这三派 也有外部的原因 同时还有台湾现在这个局势的原因 这个局势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吕秀莲最近又出来谈了啊 虽然没有谈这个 对吧 大陆统一台湾啊 但是老讲那个两岸呀 要炙头 要充满了智慧 这个话看起来没什么用 但是像吕秀莲 这种老帮菜呀 也出来 对吧 讲讲话呀 也有他某些意思啊 柯泵哲呢 也出来了 要支持大陆的疫苗了 陈世忠呢 也改口了 对吧 说对大陆的疫苗不反对了 之前这个陈世忠啊 对大陆的疫苗反对到了极端啊 现在突然又改口了 改口为什么呀 对吧 欧洲的疫苗禁止外孕了 美国的疫苗啊 顶天给台湾十万剂 十万好干什么的呀 一个人至少打两剂 也就能打出五万人来 没有用啊 剩下的美国自己都不够用的 而且台湾现在这个疫情啊 从桃园开始已经无法控制了 尽管这个陈世忠不检测就是没有 但是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已经无法控制了 疫苗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啊 这个全球的疫情下一个阶段 就是要靠疫苗的啊 疫苗加上其他的防疫手段为主 台湾怎么办呢 对吧 这个时候又想哎 对面有个凯子 虽然我骂你骂了好久吧 但是啊 我还是得要你的东西啊 对吧 但是啊 绿营啊 想要180度大转弯很难 一个是绿营自己的选举基本盘 第二个呢 绿营有台都党纲啊 大陆也未必会买他的账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蓝营了啊 蓝营要出来了 对吧 这是多方的利益的啊 以前很多人 对吧 老讲啊 这一次国民党就要被踩在地上一万只脚了 勇士不得翻身 其实当年蔡英文和马英九 蔡英文选输了 高票落选的时候也这么讲 对吧 但是八年之后政党又轮换了 哎呀 台湾这个事情啊 很难讲很难讲啊 政党轮换啊 受轮换也很快 也很快啊 而且蔡英文现在面临的局面也非常不好 对吧 国际局面 譬如美国啊 大陆也不买他的单 现在国内呢 疫情也控制不住 等等 那么 三年之后吧 蔡太子啊 基本上啊 就要完蛋 那么对民进党的拖累也是非常大的 再加上民进党内部 有很多的反蔡的势力 譬如阿扁啊 譬如这个彭文正等等 代表的深绿啊 等等啊 有很多反蔡的势力啊 所以赵召康啊 也在一定程度上 环节了深绿 你说这个深绿能和国民党团结到一起 想想也是非常的搞笑的啊 那么这个基本上啊 就是说完了 总之就是赵召康这个人啊 没有什么底线 也非常的无耻 那么国民党现在也是没有底线 也是非常无耻的 但是也客观承认 赵召康能够整合国民党内部的 韩国瑜 江启臣和郭台铭所代表的这三方的势力 呃 又符合了吧 现在国际轮换的这个大趋势 我大概率觉得呀 对吧 大陆啊 也会买他的单啊 那么赵召康啊 大陆大概率会买他的单的啊 会 会因为这个赵召康啊 会对台湾继续有某些优惠的东西的 呃 而且呀 这个赵召康 看到那个发布会呀 天天反1450反1450 这个其实也挺可笑的 反1450 这就是你的正殿啊 反民进党反派 以前老说啊 台湾这个政治啊 仇恨政治 蓝的上台 是因为绿的太差啊 讨厌绿的 绿的上台是因为讨厌蓝的 没有人有建设性的意见 党内怎么发展啊 日后怎么办呢 对吧 这种互相仇视越来越烂啊 早晚烂到家 自己玩不了 就要崩盘了 当然赵召康 我们一贯观察他 这个人啊 还自视甚高 哎呀 还总 拿小奖自比 呃 2021年吧 赵召康71岁了 在1981年的时候 蒋经国 也71岁了 当年蒋经国干了一个什么呀 就是当时国民党啊 召开了12届全会 确立了 就是复兴三民主义 社会经济建设啊 而且贯彻三民主义 统一大陆 对吧 赵召康这个也有这个心思呀 处处学小脚 呃 估计又要想统合国民党啊 实现台湾岛的社会经济建设 然后进行反攻大陆 不过时代已经不同了 今天的大陆不是昨天的大陆 而且三年之后啊 台湾真的要选举啊 哎呀 这个三年啊 大陆的变化 对吧 大陆在国际上的影响 也非今日可遇 呃 当然 还有另外一个啊 就是这帮人觉得可能统一要来了 统一之前啊 卡位 提前卡位 提前把位置占好 统一之后呢 充当两岸之间的 呃 谈判人 对吧 绿营显然是谈判不了的 然后啊 当个特首 所以像赵召康这里的人啊 假设真统一了 对吧 迅速喊我爱共产党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吗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